公屋錦囊知錯房屋小置息 白居易的申請和行使程序 在公屋通市居屋第二市場與白居易講過 白居易推出的原因 今集公屋錦囊為大家講下申請及行使白居易配額的程序 每年白居易都會在居屋銷售計劃中同時接受申請 不介意購買二手資助房屋的白表家庭 可以在居屋申請時同時遞交白居易申請表格 如果居屋申請無法只購買新的居屋單位 亦有個希望可以憑著配額 在居屋第二市場中購買不用補價的二手資助房屋 申請家庭在接受申請後會得到申請編號 房委會會在截止申請後進行抽籤 會分兩次抽出兩組號碼 一組是當期居屋減樓次序 另一組是白居易配額優先次序 房委會會根據白居易優先次序 發出通知給申請者 收到通知後就需要在七日之內 遞交文件進行入息資產申報 沒有進行過審查和不能通過審查的申請 配額將會轉給下一個申請者 當審查完成後通過審查的申請人 獲發批准信 內付確認書兩份 一份適用於購買房委會二手資助出售房屋 另一份是購買房協二手住宅發售計劃單位 申請人 需於批准信發出後四個星期之內 憑確認書到所屬機構申請購買資格證明書 可選擇申請其中一張或兩張都同時申請 購買資格證明書有效期一年 過了期就不會續 買家憑購買資格證明書可以自行 或者通過地產代理 尋找心儀的物業 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 買方律師會為買方申請提名信 由房委會或者房協確認雙方的買賣資格 才可以簽署正式的買賣合約 簽署正式的買賣合約和轉讓契後 就需要在30日之內繳交物業印花稅 注意印花稅是按照樓宇的成交價 或者樓宇的估值 以較高者為準 大家可以參考下本會製作的公屋錦囊印花稅 成功購買了資格房屋的業主就要留意了 透過百居易計劃購買的資格房屋 是有兩年禁售期 期間不切回購 最後若然不是一次性繳付樓價 就需要到財務機構進行按揭 至於按揭有可能遇到的問題 雖然不屬於房屋政策 但是由於收到很多查詢 我們特別向一些財務機構了解 得到一些答覆 將會在下一次公屋錦囊為大家分享交流 今集 百居易的申請及行洗程序就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再見